大家好,又是我 我就是DSC數學聯盟 給面子的可以叫聲帥仔 因為有時同學來問數 或者問一些升學的問題 其實他們不知道我叫什麼名字 就跟我說DSC數學聯盟,你好 就有點怪 所以如果你給面子的可以叫我聲帥仔 這些不是說謊 平時我去茶餐廳,點東西吃 那些事情都叫我帥仔 沒什麼所謂 而且我覺得他們都說得挺真心的 所以我也覺得OK 但如果不給面子的話,就叫數學聯盟 也沒問題 這段影片是拍些什麼呢? 先說回正經事先 就是因為試完 我大概四、五月的時候 拍了一段關於JuPUS的影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那段影片裡面有提到 DSC放榜之前 我會上載另一段影片 幫大家排JuPUS 還有其他DSC放榜的問題 那現在就結束拍一段影片 我知道的 可能有些人會看過我 上年類似的 排JuPUS那段影片 老實說 小弟又不是很出名 這個Youtube頻道 其實都不是太多人訂閱的 所以我預期你 就是你看到這段影片的時候 其實你上年那段影片 你都有看過的 但是你說我看過上年那段影片 那我現在有看那段影片 那我之前看那些 不是浪費了 不是的 我知道的了 所以 稍後去到某一些位置 我會 skip 了去 我會跟你說回 我 skip 了哪些東西 因為那段影片 上年那段影片說過 所以 今年我就不多說 會 skip 了 你稍後會明白我講什麼 我會提提你的 在這段影片裡面 就是這樣 好了 首先講到一些重要的日期 就是 如果你看這段影片的這一刻 你是未知道自己的個人時段 JuPUS 的個人時段 你是要立刻 鍵入JuPUS 的帳戶 我預期有些同學仔 他知道的比較少 可能他考完DSC之後 就只顧著玩 玩到什麼都不來的了 那這個沒有問題的 我假設你是 如果你從來未看DSC之後 鍵入JuPUS 的話 我會跟你說回什麼事 簡單幾句 就是 其實 你放了DSC榜之後 即是7月13日之後 其實你有3日時間 14、15、16日 這3日時間 可以讓你去改回 你的JuPUS 的選擇 你上年12月的時候 不是排了20個Choice 其實你放了榜之後 其實你是可以再改的 那20個Choice 但怎樣改呢 是有很多條件限制的 第一 你可以先無限洗亂的次序 第二 你是可以丟走5個舊的 加5個新的進來的 你是有這兩個 可以做 但是呢 不是說那3日裡面 任何時間 你可以隨意改 改完之後 又隨意交 交完又隨意改 不是的 你只可以交一次 記住是一次 所以 一日你未想清楚之前 都不要按Submit 這個非常重要 如果不是你就要再來一年 是的 很重要 所以 記住先想清楚 第一 第二 就是 不是說 13至16號 不是說 在你幾天裡面 你可以隨意去提交 不行的 它限制你只是某一天 就是可能是14號的3點 去到15號的3點 就是那24個小時裡面 你才可以 你那個新的選擇 所以呢 如果你現在這一刻 你未知道自己的時間是什麼 立即進去JuPAS 看清楚自己 那個人時段是哪一天 不要問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跟你未必一樣的 是的 每個人都不同的 那你只能夠 在那個個人時段裡面 交你的選擇 是的 所以呢 當你知道了之後 那你那24個小時 即是那兩天 那24個小時 最好 預留時間 留在家裡 不要去玩了 因為這些重要事情 最好都不要假手於人 是的 這些 自己跟回會好一點 所以記得要檢查個人時段 第二 就是那個7月13日 就是DSE放榜 那一天 你就會知道自己的成績 那有很多很多事情要部署 那等一下會跟你說的 跟著最後呢 差不多一個月之後 8月8日 就是JuPAS 你們放榜 即JuPAS那個榜 即7月13日 是DSE知道成績 跟著你排JuPAS 排完JuPAS 去交 那8月8日 就知道自己能不能進大學 就出了結果 是的 那也是答應你們下一件事 就是8月8日之前 會出一段 不是8月8日 大概8月中之前 會出一段片 是關於你們進大學 有什麼要注意的 包括大家都很關心的Ocamp 究竟有什麼要注意的 那到時會拍的了 那段片 是的 好了 那跟著呢 就當你知道成績那一天 就提你們一件事先 因為很多同學都問我這個問題 就是假設我收到成績 不是那麼好 有些危險 怕自己不能進大學 那你可能會立即衝出去報其他 那阿蘇 High Deep 和一些現在很流行的 一些自知的Degree 究竟怎樣分呢 哪一樣適合自己呢 這個很一般性 很普通的說法 就是如果 你是很想很想入大學的 即是很希望成為一個大學生 很介意那個名字 那你是跟著黃色的箭咀行的 因為呢 其實你讀這三樣東西 其實讀得好的話 哪三樣呢 你都可以讀讀一下 用你的成績 去Tran U 去入大學 這樣 這個過程叫Tran U 即是你本身讀這些東西 還未在大學生住 跟著你讀得好 就自己再去報入大學 即是Long Duper's 的方法入大學 那這一樣東西叫Tran U 那其實呢 這三樣東西 哪一樣東西都有機會的 但是如果真的要講個機會率的話 阿蘇是最容易Tran U入大學的 其次就high一點 當然最難就是學士學 即是自知的學士學位 因為你已經是degree 那你很難再去Tran U去另一個degree 不是沒有 因為這些自知的 不是自私 好說自私 自知的學士學位 即是包括那些行館 諸海學院那些 那我都有識人讀的 那也是真人真事 我認識的有朋友 是讀行館的degree 他真的可以Tran U入大學的 這個是真的 但是遺數是真的不多的 那所以呢 進回大學 Tran U成功的機會率 就跟著黃色箭咀 左至右走的 好了 但是如果你說 我都不太關心大學 大不大學那個名字而已 我最重要是讀完之後 我拿著一張證書出去 找工作的時候 競爭是大一點的 那你是跟著綠色箭咀走的 因為第一不用說了 假設你拿著這三張證書 學士那個一定是贏的了 因為其實那些自資的degree 在政府的資歷架構裡面 我忘記了是不是第五級 總之是跟大學的degree 是同級的 其實你學的東西 你讀的東西 以及政府對你認可 是等同於大學生的了 只不過那個名字 還未是大學生的 所以拿著把證書的實用性 一定是那些degree 是最強的 其次就是high deep 因為high deep 讀的東西 算是比較實用少少的 相對於阿蘇來說 那比較沒有這麼幫到你的 就是阿蘇 所以如果你不在意自己 是不是一定要進大學 做大學生的話 那你是應該跟著 綠色角戰爭去的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很general的說法 就是 你說我讀阿蘇 那阿蘇市面都很多間的 那究竟報哪一間 哪一個course 是適合你的話呢 那我歡迎你再 呃 留下電話 和我討論一下 這樣 那講起來的電話呢 那有一件事就要 講清楚啦 那去年呢 我都有 叫同學留下電話給我 那我放了榜妹 打給他們排jupus 這樣 那大概去年 就二十多個學生找我的 那 好幸運就是最後 真是最後一秒的 那時候 那就趕得及 全部有留下電話給我的 我都有打給他們和他們討論的 是啦 而且我不會說 敲答你們 就是五分鐘收線那些的 就是我真是有些 最長的 聊三四個小時都有的 那最後就 真是好幸運 每一個都打得到回去 跟他們討論 那但是今年呢 就真是不好意思啦 今年呢 我都歡迎你留下這個電話給我的 就是留下你的電話 還有留下你的個人時段 是幾點到幾點 那 但是今年我就不保證 真的每一個同學都會打得到 沒有給你討論了 因為 接下來呢 小提就會去中學做實習的 那日期真是撞正 你們 放榜的時候開始 那所以呢 我未必真的有時間 每一個都 留下電話給我的 我都會打得回去 就是看一下人數有多少 還有 就是 沒有 真的看一下那幾天的時間是怎樣 那所以就 真是不好意思的 但我會盡打的 我那幾天都不會在這裡 我都盡打的 是啦 但是呢 如果我這段片出街之前 你已經留了電話給我 而我又答應了你那些 朋友呢 那那些同學呢 那我都會 一定會打給你的 這個是我答應得你的 是啦 即是沒有理由你之前找我 我答應了你 然後我之後又沒有空 又放你飛機 那樣的 是啦 總之你之前有留過電話給我的 我答應了你的 我一定會打給你 但問題就是 這段片出街之後 你才留電話給我的那些呢 那我 我都會盡量封你 但我未必一定回到的 是啦 就是這樣 好啦 跟著呢 就是 給大家看一個數據先 就是呢 其實 由2014年開始 那個考DSE的人數呢 是下跌的 是啦 下跌的 那就是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分數呢 都會相應地 這樣 一直下調的 就是 那些大學 每一個學科的收心分數 整體來說 是會下跌的 就是因為很正常 少有人爭 那自然呢 分數就下跌了 所以呢 就 但是呢 不建議大家 太過依賴這個數據 因為去年我們排的時候 其實去年我都 留意到這個數據 但是我排 就是同同學 排Zoom Pass的時候 我不是說 一定當它會下跌 這樣跟別人排 因為你這樣做很危險的 譬如你拿著24分 你排一個26分的program 然後你就說 不是喔 它會下跌的喔 它可能會下跌到24分 那我不如放它上去 你這樣想會很危險的 A1你還可以這樣搏 但是A2 A3你還這樣想的話 那 就是因為你 你不肯定那個program 是不是一定會下跌 可能下跌的是其他program 你那個program 沒有下跌到這樣 那所以呢 就 不要太依賴這個數據 這個是可以用來參考 但是 謹記 這個 千萬不要太 淡定地 以為分數一定會下跌 不一定的 真的 不一定每個program都下跌 整體一定會下跌 但是不一定你選的program 會下跌 要小心一點 這個 好啦 那接著呢 好 先去前一板 先去前一板 因為呢 接下來呢 就會跟你說一下 那些 Drupass 那些排位 那 那 有幾句 肺腑之言 即是用肺說話 有些很肺的那些 就想跟大家說 就是 記住 分數呢 不是一個買賣 分數不是錢來的 嗯 不要說覺得 我拿到這個分數 就一定要進入那個分數program 因為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即難認真地說一句 就是 人呢 有時候真的很犯賤 一件親身發生在小弟身上的事 就是我考DSE的時候 那大家都知道我retake的了 那呢 我retake其實也是打算做老師 那我當然 A1呢 就放了一個 是那些 數學系的那些 即是叫理學院的 但是都是想選數學的那些朋友 那我就放了A1 那呢 結果 retake的時候 DSE一放榜 我發覺自己的成績 高過 我原本A1那個理學院 那你說 高過就可以了 你這麼想入A1 那你入眼吧 現在 但問題就是 那一刻 我發覺自己的分數 原來是可以用一些 前途 或者所謂淺途 比較好的科目 那你問我那一刻 我有沒有猶疑過 究竟我是不是 應該換其他 所謂淺途 好少少的科目 其實 我私底下是有的 那一刻 我是真的有猶疑過 究竟我是不是 應該去博一些 更加好的東西 但我想過 即那三天裏面 我想過 我都決定 忠於自己的理想 那個A1 我仍然都放在這裡 對 由12月排Jupus 到 真是8月Jupus 放棚那一天 那個A1 一直都留在Jupus 的A1 那個位裏面 沒有變過 那 你問我 你問我這個決定 對不對 我不知道 因為我還未出來做事 未做正式的老師 但是至少 由那一天到現在 沒有一秒 我是後悔過的 這個真是很認真地說 所以就是 假設你現在是 很清楚自己興趣你的理想 是讀什麼 我支持你的 但是 到你放榜那一天 考高了分數的時候 你可能真的會猶疑 究竟是不是應該放一些更加值得的東西下去 就是你好像當分數 100元就應該買這件事 300元就應該買一件更貴的東西 你是會這樣想的 就是你可能會覺得 就是你未必覺得會 口吃了 開始 你未必覺得會 但是到你真的收到分的時候 你拿著過30分的成績 去報過25分的program 其實你是一定會猶疑 但是 我不敢告訴你 哪條路是對的 但是我自己 從來都沒有後悔過 假設如果分數是買東西的話 其實我是比貴了 但是我到現在都沒有後悔過的 這個 很認真地說 浪費了大家幾分鐘時間 聽幾句 很廢的廢虎之言 好 接著呢 有一些排Drupus 的技巧 但是 因為 可能有些同學仔 上年已經看過我 即是看過我上年那條片 所以 技巧方面 我就不再重複了 如果不是變了那些 人肉老音機 你可以選入我的YouTube Channel 你找到一段片 叫做Drupus 排位之攻略 你就看一段仔 就是 畫面是這個畫面 A1A2A3 你就是看了這一段片 即是那段片裏面的這一段 那就足夠了 就可以回來的 我知道YouTube 是有些功能的 即是可以在畫面上 弄一條link給你 然後又彈去另一條片 我知道有這些功能的 那我下載到YouTube之後 我答應你們 我會嘗試整個連結 方便你們按進去 但是 我沒有把握的 我沒有把握會成功 因為 我其實很少玩YouTube的 我不是YouTuber 這段片其實 這個YouTube Channel 其實沒有什麼事 我都不會進去 所以呢 我嘗試整個超連結 給你彈進去 但是 我未必成功的 如果你看這段片的時候 畫面沒有連結 給你按進去 即是代表我失敗了 那就麻煩 麻煩你呢 就自己按進去我YouTube Channel 找回一段片 叫做Jubus 排位之功 那接著就看回 這個畫面 是這個畫面的那段片 那就可以了 是的 麻煩大家 我真的沒有把握了 你明白嗎 我知道是很容易的 其實對於有玩開YouTube的人來說 但是 我未整個不答應你 尤其是做老師 你答應得人就要做的 那我又不可以亂地答應你 就是這樣 好了 那接著呢 你回到這裏的時候 就已經看過 所有排Jubus 的技巧了 那接下來 我就不會像上次那樣 就是我自己想過虛構的人 就和你分析一下 究竟怎樣排 我是會拿一個 上年真實的個案 來和你分析的 是的 這個是真人真事 是有個人拿著這個成績來找我 然後我就 和他一起想一下怎樣排 那首先看看他的成績 其實他只讀一科二得一貼 就是那個回計 那他就拿Level 5 另外那4個Core 就4445 這樣 所以他無論是Best 5 還是4加1 都是22分 這個沒得變的 那他就讀BBA那些 那些 因為我沒有記錯 其實他好像是 他好像是阿蘇 讀阿蘇的 但是他覺得自己阿蘇那邊 未必能握到U 所以就自修考DSE 就想再拼一次 所以你看到 為何他是Combine Search 就是這個意思 他是考第二次的 應該是 那他的分數呢 當時他來找我的時候 他就說 A1 A2 A3這樣排 問我覺得好不好 那不回答你好不好 我等一下會開股 給你聽他最後能否入到 但是不趕著這個 那我們繼續去 好 那首先看看第一個 CTU的BBA 那CTU的BBA 其實某些科學會計比重 我已經Copy了這個表給你了 見到甚麼事 是乘1.5的 英文乘2倍 那根據他的分數 計算出來 他就28的 那跟去年的LOWER QUART 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program 放在A1那裡 第二 到A2了 他那個BU的BBA 我幫他出過了 英文是有比重的 我忘記了去年 是不是 總之今年update 那個是1.5的 我先當著是1.5 那剛才說過是22分 那現在呢 就是21.8的min 即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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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情況就是 他擺了個A1 是踩了個LQ 他擺了個A2 是踩了min 好 第三 他就擺了LIN U的BBA 那就4.4分 即他的分數是4.4分 但是LIN U的BBA 平均分是4.21 英文和數學有比重 那他究竟這樣排得對嗎 那時候我就問過他 我第一個問題問他 好像是OU 你考不考慮 因為OU好像是再穩陣些 比起LIN U 但是他就說他不想 即是不想要OU 那這個個人選擇 大家尊重的 明白的 所以呢 他就覺得這樣排 三個program 好了 那跟著呢 第二件事 因為他在讀阿蘇 所以其實那些 富學位阿蘇 Hideep 那些 其實他都不考慮的了 不考慮的了 那 那 當時他來找我 就是這個 那 其實呢 我就跟他說 沒有問題的 這個choice 我支持你這樣排 那他都OK的 但後來他好像 我忘記了他再打電話 給我 還是什麼呢 他說他看看 覺得有點害怕 他怕進不了 就說 想放棄了個A1的 CTU的BBA 他就說 我忘記了換什麼 進去A3 然後就把A2 好亂 我 不應該按來按去 他就說 打算扔走個A1 然後把A2 A3推上去 A3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他 是給我說服了 是OU覺得穩陣些 還是怎樣 他想放一個 總之一定可以進去的 A3 那他就想扔走個A1 這樣推上去 但是呢 當時我是叫他不要 我是叫他堅持 A1 CTU 放第一個 因為他跟我說 其實他很喜歡CTU 是的 那 BBA當然是有興趣 所以他最想進去的 就是CTU的BBA 其實 這個是他 可以這樣說 夢寐以求 那我覺得 既然你這麼喜歡的 你的分數 又未必真的進不到 其實你是有機會進到的 你等同他LQ 你不知道LQ之下 那些有沒有人27 有你就能進到的了 所以呢 所以呢 當時我既然 既然他這麼喜歡這個 FOR2 他又有機會博到 那當時我是叫他堅持 A1 在這裏 然後呢 A2 和A3 我好像叫他 都是沒有變過 我叫他不動的 這兩個 即是不需要換過OU 那些 叫他堅持原判 這樣 因為呢 現在開股了 其實呢 我覺得他排得不錯 這個 是的 私底下我覺得他排得不錯 那 所以呢 既然你這麼喜歡CTVBB 就放在這裏 保持著 那他最後最後的結果呢 他是進到A1 是的 這個不是說 我們很聰明的問題 因為其實呢 坦白說 嗯 其實給你排 即你在看這段影片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 怎會換走A1 你都等於LQ 你A1當然是放在搏 但是 問題就是當局者迷 他 你那一刻是真的很怕 進不了U的時候 你會做出一些 過份保守的事情 是的 即我不是說叫你不保險 你可以看回去年那段影片 已經教你 怎樣排得保險少少的 是的 不是說完全去搏 但是 怎麼都沒有理由 是放棄你一個A1 是的 你在螢光幕前 你都會懂得這樣想 怎麼會放棄A1 但是到你親身去排的時候 可能就是因為你太害怕自己 進不了 所以你會做一些 不是那麼理性的事情出來的 那這個時候 你需要有個人 去跟你聊一下 究竟怎樣排 是的 如果你信得過我的 可以是我 你可以留電話給我 你也可以找你學校的老師 即同學仔 那些 即和父母聊一下 總之就是 這個例子 其實我最想帶出的 不是說 不是說怎樣排 那些 因為上年都有個例子 教你怎樣排 而是 你是非常之重要 是要找人跟你談 即不要自己獨力去應付這件事 因為你會做出很多 可能你 事後看回不是那麼理性的事情 是的 好像這個同學仔 如果他當時 他是把那個 他第二個是甚麼 他把那個BU 推了上去的話 他放了榜去 他真的棍心 他發覺自己入到那一刻 他真的 很不 即 可能他想考多年 真的這樣 是的 所以呢 是的 找多些人聊一下 不要自己解決 是的 那最後呢 就 是的 希望大家 放榜那天給我一個好消息 尤其是 留了電話給我 和我的學生 那就祝你們 有個 滿意的成績 最後入到自己想入的東西 那都要說一句 多謝支持 後會有期 不行 多謝支持 後會有期 好吧 拜拜